为了防范和应对雾霾天气 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昨天发布 那么与去年初制定的应急方案相比 这新的应急预案将预警的分级 从原来的重度污染严重污染两级 细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 那启动的条件分别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分别是经过监测预测呀 未来一天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在201到300之间的 那就会启动蓝色预警 那如果在未来两天AQI在201到300之间 就会启动黄色预警 如果未来一天AQI在301到450之间的话 是启动橙色预警 如果未来一天AQI大于450 启动红色预警 那么与蓝黄橙和红四级预警相对应 这个应急预案也分别是设置了 四级三级二级一级的四级应急响应 那么在预警启动的判断依据之上 也综合考虑实时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 四级应急响应的措施内容 包括公众监控防护提示 还有建议性措施以及强制性措施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的副局长吴启舟 在发布会上表示 与之前的这个方案 必须满足已经连续污染等条件 才启动应急预案相比 这个新的应急预案启动了大大的提前了 预测未来一天 AQI大于200 只要是预测到了 它有一天会超过一天 就要启动 这个是核心 不像上一次 上一次是已经实际发生了 AQI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是这一次预案里面的核心 就是我们是有提早启动 蓝色预警 事实上是在原来 那个方案里面是没有的 而应急预案发布平台也得到了统一 我们这一次预案是纳入到 这个公共突发事件的这样一个 应急预案里这样一个管理体系 管理一个体系 所以这一次 它跟到那个台风啊 跟到那个 这个恶劣天气啊 将会用一个平台 就是我们是应急办的 和这样一个应急预案里发布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公众将会通过 所有的媒体 都能够接受到这一次预警的 相关的一些信息 都能够接受到这次预案里面的 是